小气 看中金钱 闪度 战有欲 金牛座 都说金牛废 我怎么不就要废 哈喽 这里是V在不懂爱 今天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疯狂的试验 因为有人说星座这个东西 是非常不科学以及小而科的 它只是用很多笼统的说法 然后相信星座的人 会把这些说法都套在自己头上 然后觉得这就是我自己 所以就有这样一种假说认为 如果一个人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 你给他看另外一个星座的描述 他也会觉得 你说的就是我自己 所以今天我们就找了一些 对星座颇有研究的同事 来参与这样一项实验 看看我们能不能成功 把他们蒙骗过去 以及会不会从此推翻他们的三观 我们这有一份出炉的秘密机构 他们对于星座有一个最新的描述 他们其实会对于确认 我们今天选择大家来看 我就喜欢看这个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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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念优点你念缺点 大家很诚实在 想法过于理想化 是因为双子有两个人格吗 这个特别我 比如说跟朋友聊他的时候 我们会想到 未来某一个还不可行的想法会怎么样 属灵作就是一个打 互相说一句就都能听懂 擅长沟通 而其实属灵作一说就明白对方怎么说的 像一个心不顺从 应该算不顺从 要希望您周围的人开心一种 有家庭观念 是平时很少出门 下班就得回回家 就有想象力 我真是靠想象力活的 因为有两设计师 永不弃累 脚踏实地 也并没有 我特别爱买彩票 天天都买 天天都买 买同样的号码 永不弃累 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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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像是呢 好像是那么回事 缺点小气看重惊喜 我还挺大方的 屁啦 你都能跟我说 十二块 记得打我 记得打我 男生都有大男人主义的性格 而女生就是女孩子的几次 太对了 我那些好朋友他们都跟我叫大哥 自私洁癖 哇 特别洁癖 随身谁在免洗洗手液 顽固死硬派 那个精度条很慢的 很难变通 缺乏协调性 不善于分配工作 做事态度过于严肃 是啊 因为我就致亡顾死硬派啊 我就谁做什么 你都觉得好像不合我的意 所以怎么样 这份这个星座报告 我觉得挺对的 准 还是蛮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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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是更准的 尤其是家庭观点强 还有幽默感 这就是我 每一个都是我 写着我的名字 看 这是假的 这是假的 你过来来看我 哇 OK 所以是怎样 所以这个压根就不是上女的 学生好像模型跟金牛做法都差不多 这些都是处事上面的 每个人都会碰到的性格 你越看星座运程 或者星座分析 你就会越变成那个星座分析里说的那样的 可能在前一幕话当中影响到我的性格了吧 因为你看到了 然后你给自己打上标签了 然后你可能就是会按这些标签不断的去做 我觉得它只是一个谈资 就是我告诉你 你就是水逆 然后你这 你做了所有的事情 有可能真的是你自己做错了 但是你说我没做错了是怪水逆 什么事情都怪到水逆上去 那你就会失去自省的动力 我觉得大家容易相信星座是因为想要了解 以及想要答案 就是了解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了解一个刚刚认识的人 刚刚交往的人 那是什么样子的 以及想要知道 为什么自己会有这样的举动 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举动 为什么他们容易生气 或者他们喜欢怎样被对待 如果这样都有一个统一的答案 能够能让你套路进去的话 感觉生活就容易一些 所以我们就会相信星座 但是也必须要承认 有时候因为星座对我们潜移默化的影响 就会蒙蔽掉我们的一个真正客观和中立的判断 这样我们会给处女座 天蝎女摩羯男等等这些打上标签 我觉得就好像给外地人 给同性恋 或给艾滋病打上标签 是一样不理智的 以及当你发现 在你足够了解你自己 然后了解你的朋友和你的爱人之后 你就不再需要星座 来帮助你来做判断了 从来都没发现 阿姐夫有任何摩羯座的特质 是因为我可能 没有试图想从摩羯座的方向去理解他 不可能是已经了解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以及他为什么会有这样那样的举动 是因为通过他的成长和这种方面决定的 而不是因为他是个摩羯座 好吧 谢谢你的收看 这里是VZ不同爱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们点赞 以及关注我们 我是Alex 下次再见 拜拜